政府在油麻地佐敦檢測区或出售限区域 范围内大约1万人 昨日一共有大约6,900人接受检测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 有信心围峰区在明早6点可以解封 围峰的翌日张建宗上午大约8点半 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耻 文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陪同到达围峰区 沿途向在场纪律部队人员和工作人员致借 又向他们了解最新的情况 张建宗说今天会再做第二次洗楼 找昨天未做检测的人 今早我和好几在场的过千个同事都接触过 他们今天真的第二次洗楼 昨天例如有些没有开门的 没有应援的都很少的 我们今天进一步去洗楼 找到这些出来做最后一次检测 然后我们晚上能够全面 掌管控制了这个情势之下 分析了有多少是所谓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和大家交代 和通知有关的人等等 所以我们有信心 如果一切是没有变的话 明天早上六点钟就可以解封 六点钟可以恢复正常 市民居民六点钟可以上班 只要在这里 trans面词中可以评论 看应该找到第二次 ええ 不是